那時候還是小菜鳥 對 小菜鳥 很可愛 怎麼現在不可愛 我要哭了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巨絲製造端的這個 徹館特別企劃 我們就私下聊 然後今天邀請到的兩位呢 是在2016年期間 跟詩澤斌有一個非常密切合作的 夥伴們 那這兩位夥伴們 我們先請他們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嗨 大家好 我是A劇團的布典 大家好 我是A劇團的國戰 對 兩位都是A劇團的夥伴 現在也在音樂劇圈非常的活躍 是吧 他還沒有說完我就在點頭 是吧 我很常看到就是演出名單有國戰 好看啊 盡量盡量盡量 想當時在2016年的時候 國戰是比較是在做A劇團的行政工作 然後也有參與一些團練嘛對不對 也有演出 也會也會剛剛演出這樣子 對 但現在就是以很多演出為主 那時候還是小菜鳥 對 小菜子 很可愛 我們現在不可愛 我要哭了 這個 我朋友你沒有什麼變欸 對啊 2316 變瘦啦變瘦 瘦很多 瘦很多 七年但是就是 外表沒有什麼太難 你們兩個都很厲害 我也覺得你沒變啊 因為我有SK2 哈哈哈哈 沒有其實我想要回顧一下 就是當時在拍這一系列 其實我們就只有六集而已 然後其中一集我覺得 一定要找A劇團的原因是 就是因為2016年那一年我們做了一件我覺得 想起來是有點瘋狂 真的 真的很瘋欸 對 因為那時候SK2 其實並沒有其他的工作業務 也沒有在代管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其他空間 比如說零勝五九或是一起學 那SK2的營運完全就是靠廠租 可是我們又覺得靠廠租其實沒有節目內容 有點 就是空間還是必須透過就是裡面的軟體 或者說節目來去做一些支撐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是看完不讀書俱樂部 以及一些朋友的介紹 然後就認識A劇團 然後應該那時候也是你們 剛剛算起步的時候對不對 對大概第五 第四年第五年 第四第五年 就是要試著做 可以在一歲節以外的一些製作 因為我們前四年都是只有在一歲節有做演出 因為我們在四劇場這邊做的那個系列 最一開始就是在一歲節的時候 先有一個類似的形式 對對對 因為那個形式是那時候蠻瘋 我記得我跟A劇團這邊討論的是說 我們就一年然後四季 每一季都有一個作品會在四這邊演出 也就是說大家現在 口中很愛講的定幕劇 沒有定幕劇是也一樣的東西 對沒有 但是你們每一次都不一樣 每一次都不一樣 對但是那時候記得可以 有一個團隊可以在一個空間 然後我們每一季都有一個作品 是真的蠻厲害 而且每一次好像都至少有兩到三場 三場以上演出 三場以上 然後都是全新的東西 都是全新的東西 到底那時候怎麼做到的 那時候你又走說要 團員共創 就是演員會一起 共同創作 戲的內容 你們還記得四次的主題是什麼嗎 當然記得 因為每次在打那個resume的時候 就是要還要去查 就是那時候到底用的是哪些字 第一季我們發表的是什麼 我們那整個系列的計畫 就叫做ACE計畫 ACE ACE 對 對ACE 然後又是A加斯劇場 對 這是一個 然後是阿塔巴來系列 就是把這邊當成有點像 小酒館這樣輕輕鬆鬆的 然後可能進場的時候 演員就會開始在跟大家聊天的這個狀態 對 對 但內容都不輕鬆 對 也沒有都不輕鬆啦 很不輕鬆 我記得團員裝警長第一 開始 開始的第一集 第一季的第一 他不就是那個 Good Morning Baltimore 就開始好了 對 而且我們那時候是第一季做的時候 我記得名字叫 創新或 欸 叫 創新或傳承 創新或傳承 那個應該是副標 反正就是主標題就是ACE計畫 然後就是讓大家投票 讓觀眾投票決定我們第二季要做什麼 欸我忘了這一派欸 你們都很瘋欸 很瘋欸 那觀眾投票以後第二季是做什麼 做傳承啊 這是傳統的東西 對啊 我們又阿卡巴要唱戲曲欸 我想想我們還要去拍劇照 對啊 對啊 就穿古裝那個 對你們都穿旗袍馬褐啊 對你們都穿旗袍馬褐啊 對然後我們還起了 白白的臉 對 哦那世紀的宣傳到都超好看的 就是主視覺都是 哦對我也蠻喜歡的 對做的超美 是誰做的啊 是我們做的嗎 哦你們做的 你自己都忘記 因為這太久遠了 我們一起 好像一起想一些點子 然後把它實際做出來 對 可是世紀都很像在拍 很漂亮的海報 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這幾年會做創作陪伴支持計畫 我覺得也是延續到 1617年那一陣子 其實我們就有慢慢在跟不同的團隊 做這樣子的可能性 就是不是只讓團隊自己做製作 然後就放節目 而是怎麼一起去工作 然後讓一個演出作品 甚至是只是階段性的發表 它都可以透過製作團隊 然後跟創作團隊 它是一起形塑出來的 然後才會開展到 現在我們大家看到 然後就是2021年到現在2023年 我們創作支持平台這樣子 開支三爺 其實最一開始我覺得是 算是你們 真的哦 就是那個概念 對 好感人啊 但你們也是我們的實驗品 哈哈哈 實驗成功 對他們成功的 因為我們那個系列的 四個作品的第三個 到現在都還在演 第三個是什麼 維基音樂劇 對 你在講音樂劇的 百科音樂劇 我記得那一個是 四個裡面我自己最喜歡那一個 因為我個人不是有在研究音樂劇的人 然後真的有在開始接觸音樂劇 我覺得慢慢是真的是從A劇團 所以某程度也是被你們開發 哈哈 推坑 對然後因為那個維基音樂劇 他們就把很多的脈絡 然後發展都有放在你們的演出裡面 我們可以大概講一下嗎 他就是在介紹音樂劇的起源 是怎麼演變來的 然後還有現在的音樂劇 大概有寫什麼類型 然後那時候還有介紹各國音樂劇 所以我們唱了好多不同語言 什麼法文啊德文啊 韓文 韓文 好像就原理像是那種各國的小選品 那種概念對不對 對對對 那時候很有趣 因為有那個冰雪奇緣 那個Let It Go 然後他們不是迪士尼會出那個 各個語言的版本嗎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好像就是唱冰雪奇緣 對 然後去抓了 每個輪班上陣就唱不同語言對不對 抓了八國語言這樣 好精彩好精彩 然後大家就一直在那邊聽這句到底怎麼唱 對對對 我好像是唱 越南文 也是唱越文 還是泰文 越南文 然後因為同一年其實我記得 接著在大澳城國際藝術節 就我們那時候還在奏華的時候 也有在演一次這一 欸其實就是同一個時期對不對 對 對 就是那個時候 第三季的時候 對 你們覺得那時候 就是這樣 被 算逼嗎 哈哈哈 就是 有點被我們這樣騙進來 然後一年這樣四季這樣做 對A劇團有什麼幫助 我覺得那真的是一個超充實的一年 因為我們那一年除了這四個計畫之外 還有劇團自己的自製這樣 然後就是 就真的是一整年所有人綁在一起 然後很認真的做了一堆的事情 然後就是創作也好啊行政也好 製作上面高濃度的 就是逼迫大家 哇立刻成長這樣 所以後來國戰才確定就是 決定不就不要再做行政了 哈哈哈哈 就是應該說累積了很多實力 你們默默的也對 可以慢慢的挑戰更難的東西 對啊演員一次就 演了四 四種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而且還要自己動腦發展 我覺得 因為後來團員其實陸陸續續都有蠻多人 有蠻不錯的發展 譬如說現在在音樂劇常常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演員 其實有蠻有不少都跟A劇團是有合作過的 A劇團出生 對A劇團出生 所以其實你們也像是一個早期在 我記得那時候北藝中心其實還沒有音樂劇 人才配續 現在是第七屆嗎 你們是第七屆 差不多剛好 那時候可能第一屆或第二屆 就可能剛開始的時候 所以其實在那之前你們 大家就聚在一起就已經有那樣子的 就是有一點像是讓團員自己可以練功了對不對 我覺得那時候我們 我跟另外一位主創的出發點都是 我們 我們也都沒有做過 那我們大家就一起 從零開始 大家一起從一張白紙 探索 對 我記得那時候還有一些歌 每一季都是全新的曲目 每一季都是全新的曲目 對 因為都要在編成 卡佩拉的單身 對 但我們就是音樂總監速度很快 所以就是 他好像蠻痛苦的 有有感覺出來當時其實那邊蠻高壓的 所以你們進競場的時候我都 盡可能就是能買什麼給大家吃 就買什麼給大家吃 而且因為私的空間也不大 然後我覺得他們很用心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大家在上場前 然後因為空間不大 那演出表演者其實還是需要有一些基礎的書畫 然後二來以外 私的空間其實音場並不是這麼好處理 因為其實私的空間他有一根很大的柱子 然後又有雙層的夾層 所以在處理音場 然後再這樣演員又要處理自己的書畫 然後大家又是一個 算是起步 剛起步的一個團隊的情況下 什麼東西都是自己來 然後都記得就是要開門前 大家都還是在那種觀眾席 然後自己拿著鏡子那邊畫 全部都在窗邊 對就在窗邊 然後畫完就可能塞一口什麼東西吃 然後食物全部就趕快擠在那個櫃台吃 什麼音控燈控全部都是自己來的 對 燈控音控那時候也都是自己來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玩那個燈光控台 想說哇塞我現在是在幫設計 那個時期真的算是蠻炒創時期的一個狀態 那有一種就是可能因為 有一種很樸實但是很扎實的感覺 嗯 之後就再也沒有這種經驗 之後對好像真的就比較少 你就是 會懷念嗎 其實也會耶 真的假的 其實就會覺得那陣子很溫馨啊 對而且那時候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的 那個向心力蠻好的 嗯 現在因為分工所以就是大家自己做 做好自己分內的事 那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們兩個印象特別深刻的 有趣的事情就是在那一段期間那一整年 我記得我們第四季就是因為剛好是過年期間 所以就做了一個跟樓下的年貨大街PK的演出 我先補充一下因為在迪化街的期間 只要在過年前農曆過年前兩週 這邊就會變成年貨大街大家應該都都算知道 但年貨大街就會有一些 冰冰彰彰的事情 叫賣啊 或是有一些失控的歌曲 哈哈哈哈 真的 那一年是小蘋果嗎 好像是 所以我剛剛也是腦中浮出一個小蘋果三個字 但永遠都有中國娃娃 對中國娃娃 然後因為我們那一年也沒有算清楚時間 就忘了會這麼失控 所以這樣隔音又不是很好的情況 然後想說AG團在演出 然後底下就是小蘋果跟中國娃娃 但我們好像就是應該說 知道了會有這個情況以後 然後就想說那我們就來做一個 跟過年有關的戲 然後好像就是做類似尾牙或春酒那樣子的 一個回顧AG團那個時候所有作品的 歡樂的大會 連歡大會 是不是還有抽獎嗎 好像有耶 好像有耶 尾牙那個 尾牙尾牙 尾牙尾牙 很有趣 對蠻好玩 而且大家會唱一些自己不會唱的歌 對 我唱你的歌你唱我的歌 對 就很有趣 然後全部都穿紅色 對對對 這個有印象 那國戰男你有什麼 就是印象中比較有趣的事 我其實後來想想覺得第二季蠻好玩的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想說 對對對 因為創新或傳承 可是傳承的話我們就要來探索 就是我們這個地方 有什麼有趣的 比如說像傳統戲曲或是布袋戲 但是 後來 沒想到觀眾們就竟然選擇傳承 然後我們想 你們當下有驚訝嗎 我們真的蠻驚訝 對我們想說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用 阿卡佩亞唱布袋戲 那我們還要學布袋戲 然後 是不是還有金句跟昆曲 對 然後昆曲一個字要唱這麼久 然後我們要怎麼用阿卡佩亞做 還真的做出來 而且蠻好玩的 就是我們去 還順便還了解 了解一下這邊的文化 對 蠻有收穫的 然後自己在那邊練習布袋戲 然後還要唱阿卡佩亞 很瘋欸 有 好像有拿戲喔 對不對 有有 因為我記得很早期在 在討論這一個企劃的時候 是跟布典國戰大家一起 我們就先討論說 那一整年我們可以做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是 好像應該是布典吧 就比如說 就讓觀眾第一季來選後面的路線 對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哇 這女孩也太大膽了吧 我瘋了 我那時候不在想什麼 還不能先準備第二季 不能提前準備 對 一季也就只有三個月而已 對啊 可是其實因為第一季也就還沒做完 也沒辦法提前準備 那時候真的覺得蠻蠻瘋狂 可是我印象中真的非常深刻的是 就是那一整年其實我覺得 也給絲很大的挑戰跟那種驚喜 就是每一次每一季我們都要跟 就是跟AG團一起說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去透過行政 或是製作段 然後去跟觀眾溝通 然後我們那時候的合作模式 其實很單純 就是票房拆程 哦 我已經不記得了 因為我們就都知道就是 好像是 對 因為團隊也不可能就是 呃運作 剛開始運作也沒有那麼多的預算 可以去租場地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其實如果可以透過這樣的合作方式 然後才票房拆程 然後一起來做這樣子的合作 其實對雙方都是 應該都是有幫助的這種感覺 嗯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票房都蠻好的 對啊 因為我們演員很多 哈哈 一個人帶十個 對 一個人帶十個會爆掉 會塞嗎 我記得有一場 但我忘了是哪一場 我自己沒有位置坐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塞在那個 撕的不是有一個回轉樓梯嗎 我就坐在旋轉樓梯的底下 哈哈哈 然後有觀眾很失控 就是想要站起來什麼 然後我還要這樣鑽出來 就說請坐請坐 因為那時候連樓梯都坐人 然後你們音樂總監那時候在聽 都會就是坐在樓梯裡面或是空台去 好好玩喔 對啊 我們還在這裡拍了那個月星交期的影片 喔對 哇 是那一同一年嗎 對就是因為就是第一世紀的同時 拍了其中一段 嗯 紅色衣服版本 有影片純正 對 因為大家還穿那時候的戲服 因為這裡真的很美 好我們可以把它調出來 但是也很瘋欸 對 你要講一下 不是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那一陣子願意敲旗 然後那個舞很紅 對 然後我忘記好像就對話框裡面 就大家聊天就想說 可是我們來cover一下 然後就把它編成了capella 然後錄音然後 錄影這樣 因為那時候 我們音樂總監是創作力爆棚嘛 對 然後我們就開玩笑說 是喔那不然你寫出來我們就來拍啊 然後他就說好啊 然後好像三四天就寫完了 一定不到三四天 但你們五花多久時間練 我們應該更快 我們還有拍教學錄一帶 我們有拍教學 大家現在家裡自己練 對 我還記得我們在那邊錄音的 錄音在這邊錄嗎 記不記得 我們在廁所 你們在廁所錄音 對 這我真的不知道欸 就想說 就想說要找一個地方宅錄 可是因為大家那時候 在準備第四季的演出 對 空檔的時候就一個一個抓進去 你記得嗎 對啊我們 我們怎麼會有 辦法在第四季的同時 還做這件事 還完成 因為都在這裡完成的 到底怎麼了 對啊 所以其實那一年 算是你們做了五件事情 不只 不只 我們那年好 而且我們也很想到 是不是兒歌也是 在那時候還是有在 兒歌是前一年 但是那一年有佳演 有在佳演對不對 然後那一年還做了 還做了一個 新的戲的重製 是 愛麗絲嗎 對 對 愛麗絲 就是 很可怕 那後續比如說17185 我知道你們都 我記得你們都還是持續有不同的創作 在不同的平台裡面露出嗎 那今年呢 對 今年剛結束了 就是一樣也是 阿卡巴雷系列的 對 最新作這樣 對 叫做solo還是想要有人陪 而且我記得是 接下來的 慢慢這幾年 A劇團的導演 或是說 主創人員都有去做不同的培訓 的人員參與對不對 對 陸續都有人嘗試做這些圍 就不是只有單純比如說 某一兩個人做為主要的創作 都慢慢有不同的譬如導演 因為已經榨乾了 就已經榨乾了 必須要找一些新的 那你這幾年都在幹嘛 我說你這幾年很忙 我這幾年主要都在當音樂劇導演 然後就是有接觸一些版權戲 或者是不同類型的跨界的音樂劇這樣 對 或是你有那種跨年音樂會阿 爵士音樂會 然後可能樂團想要做有一點點戲劇的 音樂會會找我這樣 對 國戰呢 你除了就是演員 你一年現在有十檔演出了嗎 也沒那麼多 他是一檔演出演很多場 一年有50場了嗎 應該有 哇塞 可以辦到這件事也蠻感人的 因為我記得我想要回補一下 因為那時候 國戰應該也算是 剛加入A劇團沒多久對不對 兩三年 三年吧 好像E4加 E4還E5加進來 E5加 E5加 第二年第三年 那時候還在練功 然後就一邊也做行政 E4 對 對不起 我印象蠻深刻 是國戰其實那時候就一直好像 有一個心願就是 他要成為一個 演員 音樂劇演員 對 而且他那時候還是桃園台北通車 對 那時候還沒有辦法 住在台北這樣 那也算 也算是一個目標達成了 一年可以有50場左右的演出 對 對 他好嘴軟 幹嘛害羞 就也替自己開心 就是辦到這件事情 然後對 謝謝各大劇團 然後 其實現在也在 練習創作當中 然後也有在寫 音樂劇 然後是 寫給A劇團的這樣子 是劇本還是歌曲 都有劇本 包含作詞 所以以後可能 也可以有拿到國戰的劇本 音樂劇劇本 希望我寫得完 可以啦 盯著他看 真的是很難寫 對 但因為我覺得就蠻有趣的 換了不同位置來看音樂劇這件事情 也可以學到很多事 對啊 因為音樂劇其實這幾年在台灣 我覺得越來越倍受到版主 對那我覺得有很多原因跟影響的情況之下 那些不知道政策面也好 或是市場面的事情 我們就先不討論 但確實我覺得 蠻多很棒的演員 在這個時期 甚至導演創作者 都有在這五六年期間 慢慢的一直被看到 那布點你最近有什麼作品 會想要跟大家分享嗎 我最近有一個要當演員的戲 你要回來當演員 不時的會回來當演員 你現在當演員是不是就不讀書 沒有中間有漁港基隆 對然後很偶爾可能就是像 今年有當獨劇的演員 我自己覺得當演員是很好的 照顧自己身體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當導演會創作者的時候 會很健康 對 但當演員的時候 必須要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好 所以會很認真的好好生活這樣 哦 而且你在劇場時間其實是 比較像是可以專注在自己身上 然後劇組也會比較多照顧一點 表演者 對就是可以 比較可以把自己顧好就好 因為平常當導演 可能就是要把整個戲 整個劇組顧好 嗯 對當團長也是 就是比較累 哈哈 找一些自己的時間 那你們看團員有變多嗎 其實呃 在A4計劃之後 在這個笑容是什麼意思 我在想我們 我們一個路上收集的夥伴好像 很多耶 對啊 因為中間你們還有做過幾次公開招募對不對 其實A4計劃之後就只有一次 然後對那次招了五個男生團員 嗯 然後其實在這五位加入之前的團員 大體上就是從國旦他們加入之後 就沒有再造新的人 因為人有點太多了 哈哈 現在有20個人嗎 如果以 團員來說的話其實有30幾個 對 但是因為團員這個定義一直 一直很模糊 哈哈 就不一定是演員或是編劇 不一定你要有特殊什麼角色才能叫團員 對 就是曾經錄團過的也是 團員 合作過 合作過 合作過就算的話那超多 對啊就是設計或是技術 但我覺得比較像是 我們有活動的時候會想要一起來參與的人 現在應該大概十幾二十個這樣 嗯也是很多耶 結果他群組開一個話題就會馬上跳十幾個訊息 對 而且你們大家的感情又都還蠻 凝聚蠻好的 等一下 你為什麼必有男生 我們有鏡頭 因為現在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不同的發展 就像剛剛說的就是大家現在分工比較明確 對 我覺得的確就是以前那個 炒創時期的那個衝勁的感覺 現在很難再出現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是團隊在營運上 一定都會去面臨到的問題啦 就實在大家都會蠻珍惜或是回想到就是早期炒創的那一個那種凝聚性 可是當組織或是一個團隊他成長了擴大了 他一定會有不同的專業分工要去面對 一個精緻化的過程 對其實真的是精緻化的過程 就是沒有好或是不好 但是他就是真的就是一個過程 他必須大家要去面對 但我是還蠻真的蠻開心 就是每一次去看 演出的時候 舞台上就是看 喔 劇團的朋友們 怎麼聲音好像或是表演進步好多這樣子 國戰怎麼在那邊 就會蠻開心的 對雖然說 從17年之後我們比較少一起合作 我跟不點跟國戰真的在這個空間碰面真的就是 1617年之後了 我們好像就沒有在這個空間碰到我們了 還有來這邊上表演課 就是有大師班呈現 對 但我不在嘛對不對 重點是我啊 對 你很忙你去環遊世界了 對啊 有一陣子去環遊世界 我陣子在 每天看郵寄這樣 等一下我要想一下環遊世界的意思是 我是去世界各地工作 並不是我去世界各地遊玩 哈哈哈哈 沒有其實一樣啊 斯也是在跟AG團 這樣回想起來 有一種同步成長的感覺 因為在那個時期 我們其實的正職夥伴大概 我相信你們知道大概就是一個人 比如說我不算正職 因為我並沒有領固定薪水 1.5個人那時候的夥伴 然後現在我們組織也就是 擴編到就是變有7個正職 哇 7個 然後有3個據點耶 對有3個據點 但還有今年我們就是這個據點就可以結束 我們可以稍稍緩一口氣 哈哈哈 就是 你說會不會捨不得 當然在這個空間裡面會有很多回憶 但我覺得就是 每一個組織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有10年了 嗯 對然後我覺得這10年其實剛好可以 呃把一些東西去做不同的轉型 或是改變 不是一件壞事 那時候的夥伴也都現在都 成長成很厲害的人們 誰啊 製作人們啊 然後 有啊 宇哲也在當製作人 喔對對對 對啊 然後我前陣子還剛看到 柏晨的消息 柏晨 柏晨 一個很漂亮的男生 喔他有在做drag 對 喔 喔 對對他有在做drag 然後查查 查查他現在也有在做蠻多專 而且他之前有在做 脫口秀 是脫口秀 漫才脫口秀 然後他之前也有在公安公司 嗯 就是離開私的夥伴 就是沒有跟私藝去去交 工作的夥伴啊 對其實過程中我們大概有 有兩三批不同的夥伴加入這樣子 啊 對現在夥伴就也很厲害 就是 影片錄的團隊老闆們不要生氣 哈哈哈哈 旁邊有人明嘴 我沒有騙來 是因為大家就是有 一定口號的人們 哈哈哈哈 好啊那我覺得我們差不多到這邊 一個段落 然後 謝謝A劇團 然後謝謝國戰 謝謝布蝶 謝謝斯劇場 謝謝斯劇場 謝謝斯劇場啊 而且很久沒有人叫我天不辣 啊 真的假的 沒關係就是 通常會在劇場裡面有叫到我天不辣的人 大概是17年認識以前的人 認識很久這樣 對 然後所以有時候我自己還會反應不不然說誰 不不然說不辣我覺得 哦 哈哈哈哈 還是可以叫你天不辣 可以啊我 我沒有我沒有說一定不行 哦 只是因為後來認識的人比較不知道我有這個外號 所以就大家都還是會去使用那種一台一台這樣子 好 你可以區分這是幾年以上 對幾年以前認識的 就是天不辣 耶 好哦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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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